阿伦讲到最后七个地方都找不到心 再来就换佛十番显见 十个地方显出真心 所以七处显非 再来就是佛显示什么 是真心 有十个 词段落 通通在讲 尽性真心的问题 底下一观 是阿难白佛言 世尊 我今又做如是之思维 是众生之身 有六伏 以及五脏在身体当中 也有五官的七个窍穴居外 以身中有腐脏 冲晒 则身内变成一片黑暗 以身外有孔窍 则现有光明 因此我今对着佛 我开眼时能见到光明 即名为见到外界 我若闭眼时 便见一片黑暗 则明明 则名为见到内身 事与银河 可以成立吗 全论 阿难在此第四纪章中 表面上是 既心有开 和 而且能 内外对 或者说双寄内外 事实上 还是以寄 心在身内为主 或者说是 寄心在内的变体 或者是讲 修正版 改良版 其潜意识的动机 恐怕仍是不甘心 第一季 寄心在身内被迫 所以 此在想要 就其多付出 此其 此又 此意表明了 众生对于 心在身内的观念 是根深蒂固的 一切众生 食不亦忘情 心在身内的观念 这是根深蒂固 难以顿舍 更难以顿舍 事故阿难将其论证 修改之后 再度提出 阿难在此 如何修改其论证呢 心如果在内 为何不能见辅障 因为有障 则案 还自己解释 好厉害 还自己解释给佛陀听 我们还没办法这么解释 阿难会说 为什么看到案呢 是不是 因为有障 有障 所以它是案 是很厉害的 又闭眼时 看到黑暗 即因为 辅障是案的 所以其所看到的案境 其实就是 心往内 看到所看到的 辅障之案 因此 心不是不能进内身 不是佛陀 前面所指示的 不是的 只是因为 内身是黑洞洞的 只不过内身是黑洞洞的 闭眼即见 我们一闭眼 自然就向内看 于是就看到 内身一片黑油油 我还特别去查字典 我还特别去查字典 念朋友的油 油油 就是青黑色叫做油油 所以这个内对剑案 就用来反驳 补救 如来前面所说的 不能自见内身之谬 如是心计 能内对剑案 再加上 开眼向外剑名 便成就了 心 既能剑内 也能剑外 的双剑 内外的利润 如此一来 便差不多天衣无缝了吧 又阿难最后加了一句 四亿云合 显得心相当虚乐 变得像在 辩驳 好像又是在请示佛陀 做不了主了 现在阿难做不了主了 讲到哪里都被佛所破 所以只好 放软一点 又阿难此时的语气 跟前面第一番的 纵观如来 青年发言 亦在佛面 我今观此福根事成 旨在我面 如是四心 十几身内 以及第二则 我闻如来 如是法音 物之我心 十几身外 那个时候的自信 和气势都不见了 此番论战 还相当富戏剑性的 也就是说 这里行间 可见到主人公 阿难的性格在转变了 难怪有人说 佛经的文学性很高 当然这是题外话啦 经文 佛告阿难 罗当必言见暗之时 此暗境界 唯一眼对 唯一不眼对 若一眼对 暗在眼前 迎合成内 若成内则 据暗示中 无日夜光 无日夜灯 此事暗中 皆如交付 若不对则 迎合成见 这些师父要先提前解释 出学佛法 这一段很难理解 佛对阿难这么说 你当闭眼的时候 见暗的时候 你这个暗境 暗的境界 唯一眼对 就是要不要跟眼睛配合来讲 如果要跟眼睛 来配合来讲 眼睛 见明见暗都在眼前 不可以说闭眼见暗 只开眼见明见暗 通通叫做 在眼睛前面 暗明 这是境 眼根是能眼的 学根 所以说 当你当闭上眼睛见暗的时候 这个暗的境界 要不要配合你的眼根来说明 唯一部眼对 或者是不必配合你的眼根 来说明 要不要配对 因为跟境 大家所公认 跟境生事 对不对 唯一眼对 唯一部眼对 如果 唯一眼对 如果跟眼睛配合来讲 暗是在你眼睛前面 为什么说闭眼见内 闭上眼睛 也是看到前面是黑的 怎么可以说是闭眼 银河层内 暗在眼前 暗是在你的眼睛前面 不能说看到暗 就是看到 你的里边 好 如果你讲这样也说得通 若成内则 好 暗就是内 这个例论如果是成功 若成内则 那么 好 没有光线就是 就是内了 当一个人 居住在暗室当中 没有日光 没有夜光 没有灯光 也是很暗 那么这个室内 通通没有光线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你黑暗暗的 五脏六幅 这样讲得通吗 暗处就是内 那么没有日月灯光 通通没有 这些通通是你的五脏六幅 若不对则 如果不跟眼睛配对 银河层见 怎么能说 眼睛看到 眼睛看到 对不对 一定 见明见暗 一定要跟眼睛配 若不对则 如果不跟眼跟配对 怎么叫做看 怎么叫做见到东西 银河层见 不管是见暗 或者是见明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一定要跟眼睛配对 好 注释 必然见暗之时 此暗境界 唯一眼对 与眼对 与眼相对 也就是在眼前 一为是邪 跟成相对 而生事 跟成若不相对 则事不能生 所谓相对 为面对面 直接接触 因此若说眼睛看到 什么东西 那件东西一定 正在眼前 称为此色尘 与眼根相对 因此而能生出眼视 而了别此物 这个色尘 若不在眼前 与眼根相对 则不能发誓 曾见 此句之意思是说 当你闭眼 而见到一片 黑暗的时候 这一片黑暗的境界 是与你眼根相对吗 要不要配合你的眼睛 来说明呢 或者是 唯不眼对 还是不与你的眼根 正面相对呢 也就是不必 跟眼睛配对呢 大家就知道 一定要跟眼睛配对了 好 如果若以眼对 暗在眼前 银河层内 如果用眼根来说明 明暗都是在眼睛前面 怎么会变成你的内部呢 内就是身内 也就是你体内的 脏腑 此言 如果你说此 暗境界是在你的眼前 与你的眼正面相对 那么就会变成那片 暗境 是在你眼前 既然在你的眼前 就是在你身外 怎么说这片暗境 反而常为在你的身内呢 岂不互相抵触呢 若成内者 居于暗示中 没有日夜灯 这个暗示 皆如交付 若成内者 也就是一个让步 退一步说 故且承认那片暗境 是你所见到的 自身的内脏 交付 交为三交 上交 再位 中交 再位 肚脐之间 下交 在肚脐底下 三交为命符 命符为六符之一 所以称之为交付 在此 交付也只代表 内脏之一 此言退一步说 如果你闭眼所见的 暗境 是你的内身的话 那么 如果你在一间暗示里面 其中没有日光 月光 或者是灯光 在此暗示之中 不管你睁眼 还是闭眼 你所见的一定 只是一片黑暗 既然你说 见暗就是 见内身 那么此时 这个房间 黑暗的空间 不就成了你的三交六符了吗 暗就是你见内 那么 所有暗处 没有更光线 就是你的内脏 这样讲得通吗 当然讲不通 若不对 则因何曾见 如果不跟眼睛配对 怎么能讲做见呢 不对 指 此暗境 不对目前 也就是并非在眼前 此言 你若听了上面的话 而在这个时候否认说 这片暗境 并非在我的眼前 而我的眼跟相对 就是不对了 如果暗境 不在眼前 不与眼相对 若是 即跟曾不相对 如果跟曾不相对 如何能生眼事呢 而曾就看见某物之事 一冠 佛告阿难 如当闭眼 而 见到一片暗境之时 这片黑暗的境界 为是 与你的眼跟正面相对吗 为不与你的眼跟正面相对呢 若你说此暗境 是与你的眼跟正面相对 那么这个暗境 应该是在你的眼前 才对咯 如果暗境在你的眼前 则应是在你身外 才对咯 银河又说 这个暗境 反成为你的内身呢 因此 你的推论中 说此暗境 是在你的内身 这是不能成立的 也因此 你的立论之 闭眼见暗时内对 以及说是内对 看字内身 也都是错的 退一步说 若此暗境 真的成为你的内身者 则是当你 居在一间暗室之中 于此暗室当中 既无日 月之光 亦无灯光 所以只是一片黑暗 如此一来 因世中本来就一片黑暗 所以不论你是睁眼 还是闭眼 你在此世中所见的 一定是一片漆黑 这么说来 此世在一片黑暗当中的空间 难道皆变成奴 内身之三交六幅了吗 显然不是这样 这个暗室的空间 绝对不会变成 你的内身的三交六幅 也因此可以证明 你眼前所见的一片黑暗 并不是你的内身 也因此你闭眼见暗 并非是你所说的内对 所以说 闭眼见暗的时候 为内对 见字内身 这个立论是错的 再者 你此时若辩论说 暗境并不对 你至于